乳的根在弟子归 道的根在太上感应篇 佛的根在实善业道经 这三个根如何在企业当中把它落实 今天我们有请申恒昌董事长 江华董事长和我们分享 三根在企业管理 三根在企业管理 师兄 各位师姐 阿弥陀佛 在开始之前我想接一点时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昨天 我们这个尼泊尔的一个大地震 其实7.9的大地震 到刚刚为止 已经有1500人往生了 所以让我们用一点时间 来为尼泊尔祝福 请各位菩萨师姐师兄 一起跟我们一起来称号 来称一下三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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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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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化 我們不敢教化的責任 說順化 剛剛佳老師提醒我們 順化的責任 接下來就向各位菩薩來分享 我們聖誕堂在企業裡面 是怎麼樣落實中華傳統文化 在這裡我首先 特別感謝我們的恩師 盡空 師父 特別感謝他 謝謝盡空 師父 特別感謝我們黃書兄 謝謝你 由他的辛苦安排 才有這一次的祭祖活動 以及我們的論壇 對不起 我覺得我站的可能比較習慣一點 先把東西站著來講 今天我講的可能不是很好 因為我也不是個演講家 我是個企業管理 我要分享的我想各位在座的 可能稍微有比較在我追了年紀的人 一樣 我們整個 整個服務品質的改善 這個大家可以從出國會感受到 我從二十年前從這個來住故方五路 這個人馬 來過故路的人馬 像一般散殺一樣的一個免稅商店 台灣機場 把他建立到今天完全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甚至於這些精品名牌的國際的CEO 經常問我 Simon How to training your staff 他說我怎麼去教育我的員工 訓練我的員工 我告訴他 I buy change culture What is change culture 所以我也不會解釋 我就請了 我們進空書 老婆上 他就 請的 我就給了他們 不 不會用 所以剛剛江老師講的非常好 中華傳統文化 這是我 所以社會就會亂 所以機場 奪到全世界 所有的機場 服務品質 網路票選 第一名冠軍 這個是由於 來自於中華傳統文化 偉大的貢獻 所以我這裡要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 第一個首先來告訴各位 我們怎麼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新進年工 都會給他 這一套由 大家從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每一位新進年工 必須要 有這些 讀物要給他們 那我們的幹部呢 一定要肉實 所以聖上的幹部 一定要肉實地質規 這裡面 就是我們的精髓 所以我常常要求 假如說我們幹部 沒有辦法做到地質規 你就沒有辦法做到好的管理 所以這一些 不是只有給他們讀 我要求他們要做到 要以身作作 在公司 我是一個領導 我是最高的領導人 我要以身作作給他們看 我自己的小孩 從家到北來 大概十年來 完全在這種文化的心濤 完全改變了 他今天也在唱 所以啊 這些啊 我從哪裡得來的 所以我剛剛會說 我要感謝敬空師父 我拜他為師 但是我的師父 在華盛衛視 不斷地看他的這個講經 說法 發現這個地質規 了還說信太上感應片 施然一道經 假的能夠肉實 能夠扎根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企業 那一定會功德無量 所以我今天 就希望十幾天來 一直要求 聖誕堂的員工 要露實這些根 那麼我們一直 在推動這個 所以我想 這個推動之後的成果 我們等一下一一來各位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跟報告 好 這個 由於要推行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 發動全體員工 為助攻 現在生涯上有七千多個員工 我們服務在各個機場 換店 我們餐廳 我們所有都在第一線 所有員工都在第一線 所以我們 推動員工 因為現在的員工啊 下期相當多 一年365天啊 他們還有一百多天的假期 那我就希望他們 用自己的一點時間 那麼 所有的交通費 所有的費用 基金會 我們就提供 所以呢我們的同仁 經過這麼多年來 在下鄉 到拼遠地區 到醫護院 到老人院 到淨灘 環境保護 我們一直在 默默的在做 默默在落實 那麼當這些 員工 推動了這些 公益活動之後 他們的內心的感受 我們從每個月的 夜會的員工分享 他們把他們的 新的報告啊 都講出來 其實他們在講 第一次要走出去 非常困難 非常的 challenge自己 他們說今天我要帶著小孩 出去玩 我幹嘛去做助攻 但是當他 要去 這個掙扎的時候 他的主管告訴他 你可以把小孩 一起帶著 去做助攻 結果呢 他把小孩子帶著一起去 做了助攻之後 小孩子非常開心 回來跟他媽媽講 爸爸媽媽我可不可以 下次再參加 所以 經過這樣之後 員工感受到說 這個做助攻 有非常不一樣的感受啊 所以呢 回來他們在服務的時候 會感受到說 我們不認識的人 我們沒有關係的人 我們都在幫助他 關懷他 何況是我們給我們 買東西的主顧客 我們必須要能夠 提供更好的 更感恩的心 去做一個服務 所以久而久之啊 就文化漸漸的在改善 我想我們有很多員工 做了公益做了家庭 改善的關係很多 這個有很多的案例 我想我們今天也沒有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我大概敘述一下 因為我們有沒有影片 等一下會播 等一下大概案例的影片跟各位分享 第二個是分享的是 總公司的業會啊 分享啊 我們每個月的業會啊 我看每一家公司 大部分業會在檢討的業績 績效 生案商從來不檢討業績 不檢討績 我們每個業會 每個月的業會 只有個案分享 個案分享裡面呢 把這個員工 他們所做對的事情拿來分享 做錯的也拿來分享 做錯的我們怎麼樣 大家分享來改進 做對的怎麼讓大家來學習 這個效果成果非常的好 那麼公益也在這個時候 他們所做的公益 也是在業會裡面來分享 所以我們的員工 雖然分散各地 但是我們用四星會議啊 大概每一次的會議 有三分之一的人 絕對可以參與 這個業會 所以無形中 累積了這個 很多的心得 我想這個 也沒有人教我 企業管理裡面 我的企管老師 也沒有教我說 用個案分享的管理方式 但是我從個案分享裡面 我看到了很多 很多我的員工做到 我都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我都非常的驚訝 這個等一下下面再跟各位來分享 那麼我們案例三呢 就是有媒體啊 剛好我們在七年年底 我們要出去做助攻 我在外面 常常很多人 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講 這樣懂 你去做助攻我不相信 你出錢我相信 我說我要做助攻的時候 我在請你跟我一起參加 這個今天我們在七年年底 就是剛有了兩位媒體記者 他聽到我們要做助攻 就跟著我們一起去 在七年年底 我帶了公司總經理 也是我小孩 我們互動 帶了他的女兒 女婿 孫子 一起去 那麼到了這個義憂宴之後 這些記者看到說 奇怪 你們跟這些兒童怎麼那麼的熟 因為我們長期在觀察這些義憂宴 所以我們的員工跟這義憂宴的兒童 互動非常清淨 所以我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過年了 我就每個小朋友包個紅包 包完之後 他們要來我講故事給他們聽 我就講了一段了還視訊給他們聽 所以這些記者聽了 他們非常感動 這個義憂宴關完之後 我們到巴黎老年宴 這個跟這些老年夏 午餐 每年我大概都會到巴黎老年宴 辦一些跟他們老年 這個圍爐 所以這兩位記者也跟著去 看到我們的同仁 怎麼跟這些老年夏 互動也那麼肉肉 那個菜啊 肉來一塊一塊給他剪剪的小塊小塊 到那邊吃 他們在衛藥 吃完飯他們衛藥 扶他們在房間去睡覺 給他們跟他們這個互動 他們覺得說 非常不可惜 所以他們把這個報紙也登出來了 說聖誠艙企業在傳承 志工也在傳承 這個是事實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再分享下一個案例 接下來是不是我們有一段影片給大家分享一下 來請大家分享我們的這個志工的公益活動 這是我兒子佑睿 他在班上經常跑步第一名 然後這是我的女兒佑妮 然後這是我的太太叫雪芬 我們全家一起經常參加公益活動 從公司開始舉辦志工活動的時候 我就開始參加 我每年參加至少八次 佑睿呢每年參加志工 我太太的次數比較少 因為要照顧妹妹 所以他每年大概 他覺得很無聊 一直要吵著回家 後來我跟佑睿說 如果你想像你是跟育幼院的小朋友 角色互換後 情況會是怎樣呢 後來慢慢的 他能以同理心開始體諒別人 在平常日常的生活中 也能自發信責去幫助別人 我最喜歡做的志工活動是非常 因為我希望能讓氣球 我的個體更健康 這是我的助攻 我希望把錢存起來 因為我覺得把錢拿去買玩具很浪費 我覺得把錢捐給永勳要幫助的人 這樣比較有助力 謝謝公司讓我們有機會參與志工活動 志工活動已經是成為我們家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鄭秀玲 這是我的大兒子葉佳勳 嗨 這小兒子葉子明 嗨 然後後面有我爸爸跟媽媽 我覺得媽媽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她常常會去做志工 公司的志工活動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都會參加 這幾年下來參加志工活動 已經變成是我的一種習慣 還是 那一天的活動可能 手腳不方便 不能夠我要跑跑跳 那一天天氣真的很熱 然後其實想帶VV去是因為我覺得可以激勵她 然後也沒想過說她的耐心就是走完一整條街 大概要將近快一個小時 我覺得 多此可教育 看 我是葉佳勳 這是我的爸爸 等我聊天了 因為幫你 先比她小朋友 可以幫助那些一些比較辛苦的小朋友 我覺得很開心 不然小朋友還很想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都不懂 那藉由參加志工的話 其實可以啟發他們的上進行 然後讓他們變成非常有愛心的人 我是李福生 今天我們同時要到 光安七美做寒冬慰問 我們是要搭傳過去的喔 在澎湖做義工活動 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因為冬天風浪比較大 部分同仁可能會陰傳 可是在過程中看到關懷的對象 臉上露出的微笑 我們就認為這趟關懷活動是足得的 這也是澎湖的起床沙腿 今天我們到這邊做沙灘的淨淡志工活動 我是賢兵少校退友人 進公司之前我是職業精人 自從參加公司的第一次志工活動以後 使我深深愛上這個項目 並將他列入我的假日休閒活動之一 快十點了 我的女兒應該要做安全回報了 一三四天 喂 喂 爸爸 今天家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家裡一切都很好 不用掛念 那阿嬤的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那感冒已經好很多了 爸爸我回了 你怎麼回來了 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藝術學工藝雲發 這些都是新工作品 那這個椅子跟這些盒子都是我的木工作品 高中畢業後 我連續兩年進入棚房擔任暑期工讀的職務 那在工讀的構成中 學會了對自己負責任 以及如何向客人推銷公司的商品 那這對我而言是最有收穫的 因為我是設計系的學生 需要將自己的作品及想法推薦給別人 因此在棚房的訓練能讓我更加的有自信 那我希望畢業以後能回來澎湖工作 就盡照顧我所有的家人 我們今天要講的 孫玲米 我今天要講的 我每週幾乎都會去當說護師媽媽 因為之前孩子們都會和我一起去當說護師媽媽 而轉眼間 現在他們都已經上小學了 因為我老婆在公司呢 有參加說護師媽媽 那我就利用休假的時候呢 幫他們做所謂的封面排包製作 那這幾年下來呢 也會滿多的 這都是成果 我喜歡跟媽媽 去說護師給其他小朋友去 我也喜歡和媽媽一起去做一工 看到那些小朋友的狀況 會給我自己很幸福 這些活動呢 有時候都是全家參與 這活動呢 不斷幫助了別人 那也有機會加入幾分道 我覺得公司照顧我們的員工 也鼓勵我們去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身為公司的一份子 真的很開心 我們這個員工啊 有很多啊 都會在公司裡面啊 都會到偏鄉 很多員工會講媽媽說故事 到偏鄉地區 收故事給這些小朋友 跟他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在我們公司裡面 訓練的好多好多的收故事的媽媽 這是我們覺得說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那接下來呢 我們幾個案例的分享 就是大家在機場大概知道 現在機場的這個AED啊 是由我們提我們 這個監證給機場的 在一段距離有一部這個AED啊 這AED是專門急救心肌梗塞的客人 那麼 當我們買了這些機器之後 監證給這個機場 我們的員工還要受訓練 因為沒有訓練 你不會使用 所以當我們監證之後 就有一天啊 在機場啊 就發生一個禮客 一個男生的禮客 又吃冰藍 那突然間 就躺在那邊 這個土泡沫 我的員工 就趕快拿了AED 那譬如說女生 那就對著他 口對口的呼吸 給他做這個AED這個機器 馬上來給他做一個急救 後來這禮客 就送來醫院就躲救了 這醫護人員啊 就非常的驚訝說 我們這些都不是專業的 醫護人員 能夠做這樣的緊急的訴訟 救回了這個旅客的命 是非常的 值得他們非常讚嘆 所以當時 好像我們的領導 總統也知道 也打了變化 跟他講 我自己也很感動 我就打電話給這個員工 我就問他說 他是男生 你是女生 你怎麼做得下去 口對口對他呼吸 他回有一句話 我的愣在那裡 江先生你平時不是這樣教我們的嗎 所以我聽了非常感動 我做不到他們做到 我跟他們講 第二個案例呢 就是有一個禮客 他要出國 也不是這個就這樣 就講這個案例是一個 這個眼鏡 對這個眼鏡 一個禮客要出國 他忘了帶了眼鏡 他大概900多度的近視 那麼到機場 他牽引的進去到裡面 他要買一副眼鏡 我們裡面的眼鏡都沒有度數 所以他就很痛苦 找到我們小姐 說 小姐 有沒有辦法幫我買一副眼鏡 因為他出國看不到 他眼鏡900多度 我們這個員工 他就把他眼鏡說 那我的眼鏡借你戴來看好不好 他一戴 他說還可以 所以我那個員工才700多度的眼鏡 就說戴給這個給他戴 他就把他借給他帶出去了 這個案例啊 他在我們公司夜會的分享 他要下班的時候 他說他看不到 所以他請同事啊 把他帶他回家 我在業會裡面啊 我感動到不行 我跟他講說 你超越你老闆 你的老闆做不到的 你們都做到了 我也戴眼鏡啊 說實在說我沒有那麼高度數 我大概500度而已 你說把我眼鏡拿掉了 我看我看你們各位都看不到 我怎麼去工作 那這個員工 有這樣的心 我們當場 我們就頒了獎金 鼓勵他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另外一個案例呢 就是員工 過年的時候 有客人呢 一把紅包啊 很大一把紅包 掉了 他撿到之後 那客人呢 我們就馬上交給了這個 航行局 我們這個旅客啊 非常的急 急到最後他找到航行局 這個錢 找到了 所以呢這個案子 爆出來之後 爆出爆出來之後 總統啊 就非常的 好奇啊 他就很驚訝的 打電話直接給這個員工 我們這個員工啊 還以為啊 是詐騙集團 又斷了信啊 他在打第二次 總統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是以為是詐騙集團 所以這個員工啊 後來我要跟他表揚啊 他不願意 他說 江先生你教我們平時就這樣做 現在已經很多人 記著要找我了 你不要再給我表揚啊 所以 後來我們就私底下 花了獎金給他喔 沒有再公開表揚 第三個案例喔 我想跟各位分享喔 我金門啊 在三月份 正式開幕的時候 那天剛好太陽非常好 非常大 天氣也非常熱 是喔 那麼我們在開幕的時候 當然我們有準備的位置 有一些椅子 那邊有搭了風涼 但是呢 在外圍的一些鄰居啊 看熱鬧的啊 很多人在那裡看啊 那麼我們員工就遞了帽子 送了水給他們 當場有一個記者 就跑來問我 江董 你們員工我剛剛看到啊 他們在那裡遞帽子遞水 是你交代的嗎 我告訴他 我忙到接待客人都來不及了 我怎麼會去交代呢 他們是自願自發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敦親慕寧啊 我們的員工啊 做得非常肉食 所以我們在松南機場 台灣機場 高雄機場 台中機場 我們敦親慕寧 做得非常非常的貼切 那麼這些 都是傳統文化 地址規 肉食太上海運片 兩人士信 由於他們 都有肉食這樣在做 才能夠做得 由內心挖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機場的服務 為什麼能夠被世界評為第一 因為有肉食傳統文化 第一是肉食企業 從企業開始要善盡社會責任 這一點我們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案例一啊 我們公司遭遇 當時發生了 九一地震 SARS的時候 其實整個機場 從來沒有那麼少個人 少到非常可怕 那個時候 我堅持 不裁員 不減薪 而且要求他們員工 一定不要 跑跑跑 三個員工 要有一個 就是當時 溫宿仁先生啊 有一份那個表格啊 健康表格的報告 所以我們呢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 給他們一個報告 匯整總公司 假如有花燒 然後我們在家裡 讓他休息一個禮拜觀察 薪水照給 那麼 終於我們在這個SARS期間 安然度過 因為在國際機場 我們是第一線 當時非常非常的緊張 也讓我們非常非常擔心 啊 我最怕他們 因為下班之後 跑到電影院去 跑到哪裡去 接觸到公共場所 感染了SARS回來 花燒人也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們用這個 三年一小組的追蹤方式啊 發現啊 還有一些員工 出了鬼 出了一些問題 當時報告回來 我就告訴他們 最主要我們這個不要在 不是在這個 瞭解人家的隱私 我們是要了解他的 健康安全管理 所以終於啊 我們在這個時候啊 我們也不財不減薪 也很辛苦 也很艱困的 當時發生這個SARS的時候 我第一個時間 我跑去了找銀行 我告訴他 你能給我多少額度 最高的額度給我 因為我的cash flow 馬上斷了 因為我在機場 每天收的現金 突然間 沒有客人啊 我生意 馬上斷了 最緊要的 公司怎麼亂下去 所以銀行也非常支持我 平時 我們的credit也算不錯 然後我們很艱困的 度過了這些 SARS啊 9A大地震啊 這個 這個 那裡台風啊 水災的各方面 這些問題 我們都度過了 很艱困的 把他度過 這個猶疑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所想到的 就是員工 當時的總經理 當時的總經理 我當時是副統 當時總經理給我報告 說 希望他們 給他回去 無薪 換無薪假 回去 我告訴他不行 你讓他們 換無薪假回去 爬爬上 煩惱吃了問題 我們一定要 讓他們 繼續留在公司 薪水要造化 因為他們要夠生活 所以啊 我們是 跟員工 是同為一條心 員工 就是我們的家人 所以你把員工 當成家人 員工當然也會把你當是 做一個家庭 所以生活上是一個大家庭 所以他們 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度過了很多的困難 那麼案例之後 就是今天我們演見雜誌的 王總編輯 王美麗小姐今天也來了 在現場 給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 王總編輯 有一天他們在發表 這個未來俄童新書 那我們有買 給他購買這個俄童的 未來俄童新書 到一些偏洋地區 偏遠地區 給這些學校 讓這些學校有這些書籍 來給這些小朋友來讀 我們送出來很多 難免在出這個新書的時候 發表會 我去聽他們那個新書發表 發覺到說 哇他們請來這個 這個代言人 實在太棒了 講得非常好 他自己給他的小孩之間 親主關係 講得非常的非常好 他說我們今天 父母跟小孩 就是缺少一個梗 就缺少一個話題 所以呢 他常常跟小孩子之間 就沒有話題 他覺得說 這本書出來之後 就有很多很多的話題 給他們 父母親跟小朋友的互動 我聽了非常的感動 回去啊 我第一個想到的員工 我就馬上 叫人數部級了解 我們有小朋友 這個三五歲的 還沒有進到小學的 有多少家庭 統計出來 有六百多個家庭 我們就訂了一人齊 六百個混的這個雜誌 給我們的這些員工 希望他們看完之後 把沒有看過的 就送給學校 送給他們 沒有這些雜誌看的 那麼我在這個 送給他們之下呢 我也寫了一封信 給所有的這些 收到這個雜誌的同仁 我希望他們 能夠用這本書 跟他們小孩做溝通 能夠做一個橋樑 建立親主關係 結果收到非常多的 員工回來的 學會的感謝信給我 我也說到 很多偏洋地區的 學校的這個這個這個 校長 學憲人也感信我 說我們簽了這個書 我覺得我們也給演見雜誌啊 做一個鼓勵一下 鼓掌一下好不好 這些書啊 這些書啊非常冷門 賺錢不容易啊 但是呢 他們是為了台灣的未來 我們今天在講孝道 在講傳統倫理 兒童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我這裡聽了老和尚在講 我們聽了金工法師師傅在講 這個小孩子懷孕 你孩子懷孕的時候 就開始要心要正 要存 你要不要發脾氣 能夠要跟小孩子好好溝通 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看到我的女兒懷孕的時候 她肚子大到上面 躺在那個沙巴上 小朋友就腳一直跟她踢 我發現我女兒就跟她溝通 一下子不踢了 我很驚奇啊 本來聽書在講的時候 我還覺得有一點好奇說 真的小朋友是不是可以溝通嗎 確實可以溝通 所以叔叔講的不打狂語啊 如果我們今天小孩子從小 從懷孕開始 我們就給他一個看好的書 看好的經 就給他重經 或是讀好的書 給他一個好的觀念 這個小孩將來一定非常好教育 所以啊 我們今天啊 有這個機會 我們跟員工 共同能夠成為一個 一個家庭一樣 這是來自於傳統文化的一個路實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啊 我也非常感謝這些員工 大家認同聖恩昌這個傳統文化的理念 接下來 理念是需要露使的 不是輪為口號 這個我們率先第一個首先 我們 得到一個去年啊 我們2014年啊 我們 我們 申請了國際啊 這四億社會責任的認證啊 這家公司 認證公司是法國公司 成立150年了 我們去申請這個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家免稅商店 去申請國際認證 第一家通過的 那麼我們也是台灣百後零售業 第一家通過這個CSR CSR社會責任認證的一個公司 這是我們肉實傳統文化 讓國際媒體 國際的認證公司 他來認證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 Average已經做了超越他們的標準了 國際標準了 所以啊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個案例來講呢 就是我在龍總 在龍總看醫生啊 他們這個主任啊 跟我很好 是我的組織醫師 他就要求我 江東 你可以不可以幫我們部門 就龍總我這個部門 大概五六十個醫生 可以做一場演講 好不好 我當時是很掙扎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外面跟人家演講 那後來他再三要求 我說好吧 我就來跟你們做一場演講 所以那一場演講 我講的也是第十歸 聊完書信 太上感應片 十三葉道經 所以那一天 來聽的大概有三十幾個 因為他們六十幾個 他們三十幾個還要再值班 來有三十幾個醫生啊 另外我簽證了一部機器 給那個歐皮和科 這個牙醫跟歐皮和科 一部機器一千五百萬 給龍總 他們這個主任啊 那一天聽到我在龍總演講 特別趕過來 要給我謝謝啊 聽到我講啊 他現在也做了不走啦 他也聽了很久 再三要求 我帶他的部門去演講 我到現在還沒有答應他 因為其實我們的黃書兄 一直希望我能夠 也能夠有機會 為大眾做一些演講 事實上我告訴他 我身體允許 我才會去講 那麼這個龍總呢 我跟各位來分享就是說 當我講完之後 他們這個教授啊 有一個其中一個教授啊 楊明一軒的教授 也是他們的這個部門的醫師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姜董 現在年輕人都低頭子 怎麼辦 我說沒有說怎麼辦 很容易辦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低頭子 大家都是在網路來來來去 就是現在的網軍 那麼現在我們今天 如果說我們從醫生 從企業領袖 從所有選擇 上領導的人 能以身奏折 我相信這個電話 這個手機給我們是來聯繫 我們最重要的信息聯繫 我們家裡的人的人 不是讓我們來看這個低頭子 所以當時啊 我就告訴他 我在龍總演講跟他們講 當時的這個正解事件啊 在捷運殺人的事件啊 我告訴他 我說啊 告訴龍總演醫生 我說像這一種 小朋友 非常多 存在我們的社會 這是因為 我們的家庭 我們都要求我們小孩 考試要考對醫 讀書要讀好 父母親就是血液掛帥 一直希望成龍成縫 那麼在這樣的要求之下 小孩子在表面上 看起來很認真 讀書 打電腦 那你不曉得他在打電腦時候 他就在網路 在看那些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正解是看了這些 網路的殺人的 這個模擬的這個 這個動畫 結果 我坦白講 我跟那醫生講 我說裡面都醫生 你們認為正解是不是中毒 他們同意 我說這個小朋友變成有病啊 所以你看他殺了人之後 那個寫出來是很心很錯的 非常心很可怕的 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被警察抓到的時候 他還非常自在 所以這個小朋友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身邊 可能會常常有這樣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領袖 或是我們國家領導人 我們要以身作則 給這些人來看 那麼其中有個醫生 這裡面他們 我給他們發問很多問題 他問了很多 這個其中一個醫生 心切的醫生他告訴我 他講得我 聽你這樣講 我非常感動 但是你說你做助攻 他講什麼 我想一下 他講說 不是 他講說 假如 你做公益 給你的企業的利潤 衝突你會顯得哪一樣 我告訴他 我告訴他 沒有衝突 為什麼沒有衝突 師父老上 告訴我們了 沒有衝突 沒有對立 我說 既然在做助攻 你的利益 如果你的利益 是衝突到社會 危害社會公益的 當然我不會做 所以 有沒有衝突 各位 所以我告訴他 沒有衝突 我跟他講完 我的答案 他非常滿意 回來另外一個醫生告訴我 他說 江榮 聽你講完這些之後 他發覺啊 他心裡感受很深 他說 我在實習醫生的時候 老醫 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 病人 在痛苦的時候 病人 在哭的時候 我們要接近他 安慰他 要去鼓勵他 但是經過十多年來 他已經麻痹了 聽到客人 病人 在哭 聽到客人 在生命 在找他的時候 他都選擇逃避 他說 聽我那天的演講之後 他發覺 他要改變 他回過頭來 要去接觸病人 關心病人 幫助病人 這個我聽了 非常感動 其實 謝謝 第二天啊 他們那個 主任啊 打電話給我啊 這樣就很想念 昨天 感覺 你這 這些同仁啊 應該有三之二 是聽進去的 三之一 是聽不進去的 可能我講的不太好 那個主任告訴我說 江董 其實你講的很好 但是呢 你知道我們醫生 基督徒很多 基督教很多 所以你講了太多的宗教 所以啊 我覺得啊 還是我們師父好啊 講的好啊 我們萬教歸一啊 我們包容所有宗教啊 我所有的更新醫院 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 我也在簽錢給他 巴黎老年院 天主教 我在幫助他 馬歇醫院 台東醫院要蓋 我借了兩千萬 他也是基督教徒 我在台東 師母醫院 也借了醫療車 我本身是佛教徒 我們 書教我們 萬教 是嚴隆的 我們是包容的 我們沒有分 任何宗教 第三個案例 我來分享的是 我在金明大學 演講的時候 要提升 就是剛剛講過一個 學生提問的問題 相同 跟農種醫生所提問的問題一樣 他說 姜董 他首先問一個問題 你對婦人稅 的看法怎麼樣 我告訴他 我贊成 為什麼我要所有贊成 因為我是有錢人 那我是婦人 我如果說我不贊成 那他們一定不開心 我會讓他們開心 所以我說 我贊成 但是今天我在這裡告訴各位 我贊不贊成 我真的贊成 但是 但是 我跟他講 我贊成 有一個但是 有一個前提 政府 如果對稅收 要統籌規劃 要有一個計畫性的 不是今天看到有錢人 就給你扣稅 政府 亂給你扣稅 因為 毫無章法的 那未來 窮人一樣給你扣稅 所以 我告訴他 我是絕對 認同 婦人都缺點稅 讓社會能夠進入 這是好 第二案例呢 他就第二問題 問我呢 他說江龍 我們現在年輕人 在團島 每天 這個 都在低頭組 都來來來去 怎麼辦 我告訴他 同學 很好 你提的問題很好 從你開始 我說今天 我要金門大學 來跟美人講 我昨天就來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 我就住到飯店裡面 在十點半的時候 我收到一通電話 這通電話我不曉得是誰打的 江董 我們大家很想念你 我們今天 大家吃完都講到你 都很想念你 我馬上把他掛掉電話 對不起 我在睡覺 我很好睡 一覺到天亮 我不會覺得說 我說跟他們講 如果過氣的話 過氣的我 我會覺得說 我可能得罪人 不好意思 但是 我跟他的同學講 我今天呢 我覺得很自在 為什麼 因為 我告訴他 我在睡覺 假如 以後 他們要在十點半 十點以後 打電話給我 他們會想到 江董在睡覺了 不要害怕 所以是誰比較 誰比較有智慧 所以我說 現在年輕人 你們的煩惱來自哪裡 來自這麼多的網路 我說 我們今天 老師教我們 我們師父教我們 我們要清靜心 清靜心從哪裡來 從自己本身 假如說 你今天 我告訴那同學 我說我以前 要帶兩支手機 沒有五分鐘 大概就通電話 忙到 不行 走走一下右手 我後來一支手機 乾脆就丟給了秘書 我主的留了一支手機 很多電話 很多人找我 找到秘書 找不到我 我九豬啊 現在電話少到 非常的清靜 所以清靜心啊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完全不打關於 是從我個人 本身 去改變 當我的小孩 現在要讓他回來 他早上兩點回來 我就告訴他 Kevin 你怎麼這麼晚回來 他告訴我爸爸 才兩點而已 很早欸 他現在在這裡 我就告訴他 爸爸做這麼大生意 這麼晚 我晚上 絕對不會超過十一點睡覺 你看了好了 由於 以身作折啊 現在Kevin 不會超過十二點回來 但是呢 讓我起了煩惱心啊 還沒結婚啊 可能 到時候起我老婆 我可能要負很大的責任 不過我告訴他 交女朋友 也不一定要半夜 所以 今天 總結來講 這個 這個 盛陽昌 的 企業經理念 社會公益導向 利益大眾 這個 慈悲 洗手 和諧社會啊 這是 金剛經啊 詹秀隆老師 寫的 在我金門 飯店開業的時候 送給我的 慈悲 洗手 和諧社會 這也是我們 師父老婆上所講的 慈悲 洗手 和諧社會 我相信 我們家庭 我們今天在這裡講 孝年文化 我們要孝 要廉恥 我們要慈悲 洗手 從哪裡開始 每一個企業開始 能夠把它傳播出去 能夠延伸 你像現在 我們所有員工接觸到的 我們七千多員工 會接觸到 很多很多的扩人 所以我也得到很多的扩人 告訴我 他們 我們的員工 感動的 案例非常非常之多 有一次我吃完 一個人 我不認識他 就是一個飯局 那個朋友 介紹說 他是某一個企業 商事公司老闆 他給我講 你的員工 服務到讓我 很感動 本來想寫一方信給你 告訴你 那我不認識你 後來我沒有寫 他說問他什麼事 他說 當我在你店裡 買了一個東西 買完之後 東西拿了 我也上了飛機了 我的那個信用卡忘記 簽完品忘記拿 我們用跑的 跑到飛機門口 交給空中小姐 拿到飛機上給他 他非常非常感動 這個都是其中的典故 有一次我接到 一個李勝鋒 前立法委員 李勝鋒 電話 他告訴我 他講到 你們一個人工 叫什麼名字 某某某某某名字 你要給他 你要給他 鼓勵 這個員工要給他 表揚 我說 什麼事要給他表揚 委員你告訴我 他說 我只告訴他說 哪裡有水飛車啊 他用跑的去追 跑一推步 那個水飛車 那個水飛車來給我 非常非常感動 那麼當然 這裡有很多很多案例 我們沒有辦法一一分享 最重要啊 今天聖恩昌 會把這個社會公益導向 利益大眾 完全是來自於 我們健康老而上 舒服的教會 我們會 繼續 往前 往這個方向 繼續來努力 由我們全體員工 每一個家庭 到我們全體員工 我們能夠照顧到 所有影響到 其他的社會 今天 講的不太好 李李朗朗 非常感謝各位 不嫌棄 能夠聽我在這裡 胡說八道 謝謝 阿姨どうぞ 謝謝